Yalou Hi Happy Tuesday Happy Tuesday 今天我想要分享一下 在台灣生產的不一樣 因為在台灣 匾膚產是五天出院 自然產三天出院 但在國外生產 國外如果你自然產 可能真的狀況好 差不多當天就出院過你早上的話 但最多一般正常可能住一天 剖腹的話 剖腹比較不清楚 是要看你自身的狀況 因為他有狀況才會讓你剖腹 你不能自己要求說我要剖腹 所以是如果你的狀況 他們覺得OK你可以出院就可以出院 所以我就很想要分享 因為我們在中山醫院生產 他的月子餐 那他的月子餐其實是以中醫為基準來做調配的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呢 是因為我們去上中山的媽媽教室 然後他就有說他們的月子餐是怎麼配的啊 然後他的那些東西其實都是 從中醫的角度下去配的 那他比較像是說如果剖腹產 那就不要吃抑脹器的食物 不易消化的食物 還有禁酒、禁麻油 那其他其實都可以吃 那其他其實都可以吃 這是他一大碗隔天的早餐 這是他一大碗隔天的早餐 然後再一頓一頓那種用中藥 就是補湯 然後點心的話就是像有薑茶 這是第二天的午餐 炮米飯、青菜 這應該是雞肉跟菇吧 然後還有 有點像糖醋魚的東西 然後一個 欸好像是 喔好像是豬肉片湯的樣子 蘑蘭一個小時之後 我發現還蠻容易餓的耶 這是生完第二天的 八點點心 豬肉藥扇湯 啊怎麼辦 已經沒有激情了 欸有人在哭了喔 在這裡 那我想要讓Sean分享的是 火腹產的產婦會缺失什麼東西 然後以中醫角度 中餐醫院那些就是燉的湯品 呃現在在醫院或者是月中心吃到的食物 已經沒有那麼傳統了 呃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科技的發達 可能生產的過程中 已經沒有那麼多的流失 比如說中醫是講產後的多癒多虛嘛 所以像他 他的傷口幾乎是很小 他的出血量應該也很少 但是醫院還是有 就是關注你的洪學 那個洪學休止數嘛 對 就是看他有沒有貧血 就是看在失血的過程中 就是他的身體恢復怎麼樣 但因為根據這個中醫的產後多虛 多虛 就是你可能要 超難的 又有一個在補的情況之下 要通這樣 流開 流開 在補的情況下呢 你要這個通暢這個 這個雨學 因為在懷孕的時候 裡面有些 比如說我們叫惡路啊 比如說一些 開盤的東西 就是要把它排出來 那基本上 中華文化的這個角度說 長後媽媽就是坐月子 就是要去補 把這個虛補回來 在補的同時呢 還是要排一些這些惡路 但當然很重要的就是 補的過程 除了補媽媽之外 因為媽媽要有那個母奶嘛 母奶也是 對 對這重點 母奶其實也是很需要營養的 所以說媽媽就需要做很多的營養 那中醫生醫院其實給的東西 我有發現 現在幾乎所有的月子餐 最重要就是那一包湯 其實其他的東西沒有什麼特別 可能就是少鹽 就是少油 然後他可能會用一些枸杞啊 一些東西去做這樣子 但是 並沒有什麼很特別啦 就是很像一般比較健康的食材 健康的餐 重點就是那一包湯 那所以說文化來講 就是說這包湯裡面 就是用中藥跟雞去燉足湯面的精華 就是 你可以講蛋白質也好 你可以講裡面營養素也好 就是燉足面的精華 然後用這些中藥材去 去調養身體 好 那我要問幾個問題 如果 例如說我在國外 我是華人 我在國外 那我要生小孩 那如果 我要請家人幫我做燉湯 因為可能很難請到越少嘛 現在 那我要 做什麼樣的燉湯 就是我要買哪些中藥材來燉 這個比較難回答 因為是個個人體質的問題啦 而且基本上你剛生完 就是你可能還是要根據你譜說 你有沒有在流血的多少來決定這樣 還是要看中藥師去調 但如果說家人真的想要幫他補的話 就是簡單的雞湯 但是豬腳這種東西 也是經過這次我發現他也是有學問 你很快的去拿一些發奶的東西 如果他奶乳腺不通 你一下子給他補下去 他可能會出現這樣奶的狀況 對 所以整個狀況就是看孕婦 第一個孕婦生之前 他體質怎麼樣 他生完之後他體質怎麼樣 然後還有他決定要不要輕微 他要餵母乳 他的乳腺狀況怎麼樣 對這個我來補充好了 因為我在第二天 第三第三 第二天晚上 我就跟上說 欸我覺得我不太對喔 然後我就開始半夜自己自主擠奶 然後因為我本來都不太管這個人 然後他本來很生氣有沒有 我記得他按嘛 但雖然我也不知道怎麼按 但是我知道要去塑膠不屑 然後後來我就 早上起來 就是胸部 然後脹到一個不行 就是痛到要覺得要昏迷死掉的那種感覺 然後沒有那麼誇張啦 但是就是真的很痛就對了 然後後來我們才知道 就像像上說的 如果有這個狀況的話 其實不能喝發奶的東西 sorry我 那我怎麼想了 你怎麼要欺騙了 我超都欺騙了 錄完就要欺騙了 對 那時候已經脹成這樣 其實跟上說一樣 不能喝發奶的東西 就是 就是像什麼豬腳 豬腳花生啊 或是喝黑豆水啊 或是 任何會發的東西 食物都不行 所以 我就會傾向上說 就是 可能 你在懷孕的時候 可能就是可以先去 諮詢一下 中醫師說 如果我沒有禽月少 那依我的體質 我可以燉 燉什麼樣的湯來喝 但是就是兩個重點 就是生完之後 因為毛孔都開了 身體會開一段時間 就是一定要 寄冷水 然後寄風 含 吹到風 這兩個就是很重要 那補的情況 真是看個人 有些貓貓真的生完 就是生龍火虎 但是外國人就是比較厲害 他們喝完就喝冰水 我覺得這已經延伸到我下一個問題了 為什麼 為什麼華人要坐月子 為什麼白人不用坐月子 我們不得不承認 這是民族性的問題 所以他們選擇喝冰水 但是這樣好嗎 其實我覺得還是會落下病根 對 就是他們 剛生完是給你冰水 然後他們吃的東西就是brunch 就是 Fried egg 或者是一些 對就是很正一般的 就是可能 他們用要補充蛋白質 所以就是給你蛋白質 比較多的這個東西 補充牛奶 優格 就是那種蛋白質高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那個冰水真的很可怕 真的這麼大一點 對啊 那你知道為什麼要喝冰水嗎 為什麼 因為冰有收影的作用 所以喝冰的下去 他們是要為了止血 所以喝冰的是為了止血 是這樣喔 那我們怎麼辦 那亞中亞中的方法 但其實這種止血方法 不是正確的 如果你是含性的出血 你越含就是越出血 就是在這個寒熱之間 就是西方現代醫學比較少 缺乏這種辯症 整個中醫的角度總結 我幫他總結一下就是 如果你想要你之後的體質好 你想要你之後的身體好 身形恢復的比較 像年輕的時候的彈性 或者是狀態的話 建議你還是坐月子比較好 即使你就是在國外受教育 或者是你覺得並沒有必要去做這個東西 但是對你未來還是比較好的 因為只有你是這樣啦 大家都說媽媽是真的很辛苦 但上天就是有給媽媽一個機會 基本上講懸疑點就是說 可能在懷孕的時候 因為小孩需要能量 那我們這個能量 我們中間叫天地人 那天這個天的能量是來自天嘛 那所以媽媽都有所謂的奇經八脈 是會在一個比較開放的狀況 這時候東西就可以補進來 因為人一旦成長完畢之後 那些奇經八脈重要的口都會被關起來 那這個時候可能就可以把一些 比較更容易的去調整體質 把這些營養補進去 那當然要科學一點講也可以嘛 就是你可以試試看每天負重大概5公斤 然後吃飯睡覺24小時都帶著 你看看你 而且這個東西還需要血液喔 所以你看看你身體血量增加30% 然後帶著一個負重 然後你這樣子過了10個月 其實你身體素質也會增加啊 所以說看你什麼角度去看 但是我們中間從那個角度 就是目光講懸疑一點 就是這時候你的這個能量 就是這些經脈會打開 然後能量可以補進去這樣 了解 那我還有下一個問題 這就是我 我在中山的時候也一直問他的 因為中山醫院是有給蘋果跟木瓜 我們在坐月子的時候是可以吃水果嗎 因為我的中山醫院是比較偏向傳統 所以我是建議都不要吃水果 因為水果畢竟都是偏濕偏寒 所以說我建議不吃水果 但是應該說因為已經現代 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 已經不是以前了 所以說是不是真的不能吃水果 我是建議不要吃 這個雖然說最好不要吃的柳丁 自己上角 有沒有很乖 對啊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吃水果 你吃一點點不是太涼的水果 瓜類都不要 比如說什麼西瓜、哈密瓜 那些都不要 蘋果吃 然後你真的想吃一點點 只要你沒有便祕 就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我建議一個月 就一個月嘛 一個月不要吃 其實真的 真的死不了 所以建議就不要吃了 好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嗯 我在中山吃到很多 像是甜品的 點心 有點像藝人 紅棗藝人 哇很稠欸 如果我一樣就是我在國外的話 我想要吃那種點心的話 你會推薦 什麼樣的點心 甜的點心 在做月子的時候可以吃 因為我只有大概看一下他們做的點心的裡面的甜的來源是什麼 主要就是紅棗嘛 紅棗甘草跟那個龍眼 其實紅棗跟龍眼是非常好的東西 他們補血 龍眼可以入補心血 然後紅棗可以補皮 直接是補血 所以說 紅棗跟龍眼 我覺得如果你要甜的話 紅棗跟龍眼是可以用 那如果薑茶呢 薑茶可以喝很多嗎 我一直有這個問題 最後你就來 對我覺得這樣才有點尷尬 這就是跟體質有關係了 其實很多媽媽生完之後出現燥 就是說我們很燥的症狀 是因為血沒了 你就想血就是像水一樣 你的布都乾 比如說你房間就是那個 濕度很低的時候 它就會很燥嘛 所以當你流失太多水液液體的時候 你身體就會出現那個燥 可是很多人會講說喝水就好 可是當你身體太虛的時候 其實水是沒有辦法被吸收的 因為人體的水要被吸收 是要被經過一個氣化的過程 如果你的陽氣不夠 沒有辦法去氣化這個水分 所以你沒辦法吸收 所以說 為什麼不要吃水果 水果會更傷陽氣 那反而會讓恢復啊 這些東西都會出現一些 在這個時候吃會出現比較負面的東西 反而那些營養啊 反而是不好吸收 對那你剛問題是什麼 主要問題是什麼 然後辣掉 甜品 甜品 然後我講完了 然後你說 甜品就是我問說 可以用哪些東西燉甜品 對我說紅棗 對 然後我說薑茶可以 薑茶可以多喝 薑是熱性的嗎 因為薑是屬熱性的東西 那如果我說真的比較吃好 其實薑還是不要多用 所以還是說很吃體質 就是你要看的體質 來決定說 到底要不要用薑 但是喝一些薑茶 紅茶 紅茶 其實基本上對大部分人來講 都是很好 那你 如果是我自己做月子 如果是女生 我會很嚴格的遵守這些 然後我會希望我體質可以調回來 那現代的人 真的現代月餐跟以前真的 跟我想像我認知知道的 真的是差很多 差很多 那基本上如果是甜品的話 我真的就是覺得 真的就是用紅棗做 像有那個紫米粥 紫米粥很好 紫米粥 其實粥也是很好的東西 紫米粥 粥的話就是在 你身 就是 當你比較虛的時候 但身體並沒有出現 沒有太多外邪 不是說水邪失邪 因為粥畢竟很多水葉 你吃粥是很好的 所以說他們做那種紫米粥 加什麼 就是桂圓紅棗都很好 那其實我覺得麥芽糖也是一個 麥芽糖是個入脾胃 其實也是能夠補的很好的一個東西 想要讓Sean補充的一個就是 我自己個人有一個感覺 就是雖然做月子是一個月 但是我覺得前一個禮拜 是很關鍵的時刻 這個飲食必須要 depend上 你有沒有脹來 因為有些人天生不脹來 那他就是吃豬腳化身是可以 那 那這樣的狀況是 第二你有沒有出血 就是出血的量很多很多 那可能像講那些活血化育的食物食材都不能吃 然後第三是看你有沒有任何不舒服的症狀 生完以後 就是可能會體力不支啊 或者是可能一直很不舒服啊 或者是難以入睡 還有一個 就是醫生一直來關心我的 有沒有排便 喔 因為那個是 那個是剖腹嘛 剖腹就是要注意有沒有排便 因為怕沾黏喔 自然產要嗎 自然產比較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自然產就直接從產道出來 他並沒有沾黏的問題 他關心有沒有主要是怕產者長沾黏 因為產要蠕動嘛 他有蠕動表示有 他有蠕動表示有排氣 有蠕動才有排氣的意思 那過了大概這黃金的一週之後 你可能就是比較好了 像我現在就是 到了第九、第十天嗎 是嗎 差不多 大概 那我現在也開始喝黑豆水啦 就是 喝很多黑豆水 然後發哪一些食物 其實我也都開始吃了這樣子 然後現在感覺很舒服 好 那我們今天開場就結束囉 反正最後我補充一下 其實現代的媽媽 媽媽都很辛苦 但現代的科技真的是 讓就是不管自然產也好 或是婆腹也好 都沒有會吃這麼多的血 還有風險都低很多 那幾個重點原則就是 確定你確定要包好 不要吹到風 確定不要吃寒吃的東西 其實營養均衡就可以 如果你吃正常 我們以常人來講 注意要多休息 可不可以洗頭洗澡 我會建議就是 你要洗頭洗澡 至少前面午餐五天 你就是撐住 因為那個時候 就像門是全開的 你很容易碰到 一點風就進去了 那你何必呢 如果你忍這樣子 你要沉飲 很多人的例子 都是要下一胎才救得回來 但是我們剛講了 那個毛孔 那個門是打開的 它風險進去 可能會一下進到很深 所以它如果進到很深 你可能沒辦法那麼容易拉出來 一般我們風還拉得出來 是身體有很多防衛嗎 它可能進到第一層第二層 那我媽媽可能一口氣開到六層 那一口氣跑到六層裡面 那就比較難拉出來 拉不是上廁所拉式 有沒有 把它拉出來 反正就是這樣 然後過四五天之後 根據你的二路 然後還有你 如果你要欣慰 你這個就是 看要用什麼樣的藥 譬如說你要生化湯去排二路也可以 那你需要補氣補血也可以 根據你的體質再來做調整這樣 OK 所以我是蠻幸運的 就是有他在旁邊就是 一直講一直講一講 就是我平常出門去諮詢中醫師 其實也蠻好的啦 但就是有點煩 然後對 吃到營養均衡 我覺得可以用中山 因為那種就是一小碟 一小碟的 就是這一碟就是菜的分量 這一碟就是肉的分量 我覺得蠻好的 就可以調到營養均衡的目的 嗯哼 好那今天分享結束了 Ciao OK Bye